真的呢 在... 就是有... em... Hey! 大家好,我是Riky Zaf 我發覺很多觀眾都覺得我是好像韓國通 每一次我去韓國 大家都會問我Riky,有什麼推薦? 除了我去韓國之外 是你們去韓國 都會發訊息問我Riky,有什麼必買的手信? 剛剛我就在韓國回來 當然,韓國的產品經常都非常新 還有很有創意 我就找了幾款產品 很有趣之餘 亦都很適合大家買手信給自己 今集跟大家說 去韓國的男士必買給自己的手信 手信 是出門都外地是 對號 為親友買的禮物 據號 韓國的男士最出名的其中一件 我覺得是化妝的功力和產品 過往我覺得大部分的韓國男士 他們化妝品都是以BB Cream為主 這次讓我找到用於男士的Cushion 這個叫做Lik Lens的牌子 這個系列是專給男士 而且那個Cushion的色調和質感 是非常適合男士的 因為大部分韓國的Cushion 都是給女士用的 而且色調都是21、23 甚至是有些到19 因為很白色 但其實男士的膚色相對來說比較深 和可能會比較黃 這隻是去到27度的 Cushion也是這樣用的 不過我覺得它的Cushion是很適合男士的複質 我試上它的臉上 它是有點雅致 但又不是太雅色 有少許那麼多的亮身 第二就是它的Cushion是薄 而且都是自然的 我自己覺得 這個色調很適合男士的原因 因為我知道很多男士都不喜歡 化完樣子之後很白色 還有最重點是 很多Cushion都是偏粉紅的 但它是有少許偏黃 和粉紅中間 所以塗上去 其實是會 它的自然感很好 我覺得 適合男士的膚色 這個是左邊面和右邊面的分別 還有其實 我常常說Cushion 我很注重用的 因為一來很容易用和方便 二來就是 不想染到整隻手都一樣 因為你用Cushion 就可以用粉泡 慢慢塗上去 如果太多的地方 當然你可以推開就可以了 它本身還有FBM50加 和PA++加 所以其實那個防曬程度 都不錯了 加上我覺得男士其實很難塗防曬 所以用它都可以一次過完成 價錢我記得這個好像 38000W 250元左右 第二樣東西要介紹 就是男士的 胭脂 我覺得男士塗胭脂 是好像沒有這個必要的 因為大部分的顏色 一來很粉紅 很紅 很橙 二來就是 不知道應該塗什麼位置 和可以帶出什麼感覺 很多人都覺得 女士化妝才塗胭脂 但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男士塗一點點胭脂 可以將那個溫暖的氣氛可以增加 那我就找到這個牌子 叫做Lacca 它本身是一個男生和一個女生 做代言人的 這個顏色 是很fit for 不同膚色的男生 它的色號其實就叫做 Just Cheek Mask 它那個顏色的色調 其實就是這麼多 很自然 和很薄身的 而且重點是你塗完上去之後 那個胭脂 那個粉末是有少少光澤的 所以令到你皮膚的輪廓感 就可以增加 就變成年輕了 嘩 這樣說完很好聽 立即很想用 哈哈 那塗什麼位置是最好呢 我覺得男生塗 如果真的塗胭脂的話 可以塗在中間這些位置 千萬不要塗在拳骨位置 我只塗在中間這些位置 然後你就可以推開它 用乾淨的那邊推開它 那如果你說 哦 我想那個節日的氣氛 或者妝感再重一點點 那就再給我一個方法 直接拿一個胭脂 在鼻骨這個位置 那你的感覺很暖 好像有一點點 剛剛曬完那種感覺 那個氣氛感會很重 價錢這個好像是11000W左右 第三樣我在韓國找到這一支 其實我想了很久 到底會不會跟大家說 真的很需要說 這一支呢 就是大叔 即是大叔 那大叔呢 我叫大叔品牌 它出了一支叫做 Man's Secret Special Cleanser 哈哈哈哈 OK 什麼Man's Secret Special Cleanser 其實就是在你男士的 市民的部位的清潔劑 哈哈 為什麼會出這件事呢 我知道其實很多女士 都有出一些特別部位的清潔液 但是為什麼男士都需要呢 那我第一次買回去試一下 還有我上網做一些研究的 我要說到這些題目 哈哈 因為呢 其實男士呢 其實都挺局促的嘛 就是作為男士 大家都會明白 是有不同的毛髮 還有呢 那個位置都挺熱 還有挺擠湧的 其實就是在你平時洗澡朋友 就特別在那些部位的位置 就好像洗澡液一樣 都洗啦 洗完過後 其實你有一種很涼快的感覺 不會涼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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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但是呢 這一隻的清潔液呢 當然就在 就是某一些絲襪的部位裡面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層 在不同的層 在不同的層 好難說久 即是在不同層數的位置 其實都可以用得的 什麼叫不同層數 即是有不同層的嘛 即是 不明白 OK 即是在 就有 嗯 包肥 對 包肥而已 是不是 很難說這個字 我不想 包肥 不論包就是在你的麵包肥上面 還有麵包肥的裡面 其實都可以做到清潔的 我自己個人 都很建議大家 也可以在兩邊橄欖底的位置 塗上去 其實你會感覺到 你的橄欖底也是非常之涼爽的 跟普通橄欖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普通橄欖 通常都是比較滋潤性比較高的 但是呢 我覺得那個清潔度 在不同的部位 應該有不同的感覺 而它給你一個感覺 除了涼快之外 你也會感覺到 比較乾淨和乾爽 這個就是 跟普通橄欖的分別 我都用了好幾天 都有一個 不錯的體驗 所以 大家不妨試一下 萬八方 你就可以拿得到 這個很涼快 和舒暢的感覺 因為要介紹 第四樣的產品 所以特地洗完頭 吹乾它 因為我找到一種 很特別的 GEL頭用品 就是這一種 For Builds 的一個 髮液工具 它好像香水 但其實它不是 其實它就是 分開兩塊東西 下面這個 就是一個 梳 這裡全部都是髮例 還有這個東西的 上面 也是一個梳 那這個東西可以做到什麼呢 就是在韓國 我看到一些影片 都是用它 可以GEL到一個 很有光澤 很有層次 還有很有鬆度的髮型 那怎麼做呢 第一就是 先沾上去 然後呢 就在頂部的位置 就向頭梳 梳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把髮泥 沾上去你的頭髮上 重點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 最好用的地方 就是做到很多男生 都做不到那些 拱的弧度出來 而它是做得到的 那怎麼做呢 很簡單的 放了下去 轉 你一轉 你一轉 插了下去之後 然後你轉回去 那個 毛呢 你就已經有 整個頭的不同的層次出來 轉完那個弧度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後面這個位置 有小一點的刷 就不斷在這些側面的位置 梳貼它 這樣就完成了 它最好的地方呢 就是我覺得很多男生 GEL頭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很用力去GEL他們的頭髮 但其實我們GEL頭呢 我經常都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叫大家 按兩按 推兩推 就會很鬆的了 但很多人都做不到這件事 但這個工具呢 就算你很大力也好 它都可以做到一個很漂亮的弧度 還有很漂亮的曲線 和不同的層次感 它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下面這個東西 它可以配的 這個是Pomade 它有五個Hold 還有三個Shine 另外還有兩隻 就是那個Shine度很少 那個Hold度也很少 就容易一點做到造型 有一隻呢 就是那個Hold度很激 Shine度很少 那有三款不同的感覺 那大家不妨去試一下 這塊東西呢 賣呢 是賣 兩萬七瓶 180-190-190 我覺得韓國的產品呢 其實是很貼心的 因為呢 它會因應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天氣 不同的狀況呢 去幫你設計一些 屬於適合你那刻用的產品 例如今天我看到那些Cushion 過往真的沒有什麼品牌 是會出男生Cushion 它又會出 好像看到這個 頭髮的髮gel 還有一把梳 在裡面 你怎會想到 就是原來它可以做到一個效果 比起一般用的梳 那個自然感覺這麼高呢 那價錢呢 不要說啦 我覺得這個價錢 又不是算特別便宜的 不過 其實我覺得挺好用的 如果大家去韓國的 不妨買這幾款回來自己試一下 如果大家在韓國還看到什麼 有趣新奇有趣的產品 想我分享的話 記得在樓下留言告訴我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方的小鈴鐺 我們Facebook Instagram 以及Youtube再見 拜拜